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乌克兰战场最新的消息 乌军和俄罗斯方面在乌东地区现在分三个方向 昨天进行了大过目的战斗 俄军发起了在阿弗迪耶夫卡方向的全面反攻 这也是预示着整个俄乌战场 俄军方面由防御转为反击 从昨天开始俄军正式开始进行秋季大反攻 俄军开始反攻了 我分三个方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先介绍拉布地诺方向 安德利耶夫卡以及库布扬斯克方向 这两个方向我之前一直在关注 我的节目经常给大家介绍俄乌战场情况 这两个方向也是一直关注的 那么从现在来看三个方向都在进行大反攻 咱们今天先来看拉布地诺方向 在扎布拉地区的拉布地诺方向 威尔伯 威尔伯这个方向 俄空降兵和摩托化步兵经过激烈的战斗发起反击 目前在这个方向夺回了大量的乌军控制的阵地 在派特科哈特方向 在这个方向派特科哈特方向 俄军反击让乌军猝不及防 乌军放弃多个阵地以后 大量的人员撤回到最初乌军攻击的前线 也就是在派特科哈特方向 俄军的反击夺回了大量乌军的阵地 乌军现在在整个的奥利户正面 乌军的整个的防御现在遭到俄军大摩反攻 一部分乌军已经崩溃 很多乌军的没有抵抗就全部撤离 俄军现在通过多个前线的反攻 实际上要进一步限制乌军活动 另外要打击乌军的战斗潜力 也就是消灭乌军有胜力量 在拉伯地诺也就是扎布洛南部地区 俄军从昨天早上开始对乌军的阵地发动了反击 大家看这是昨天反击的画面 战斗非常激烈 而且俄罗斯方面还出动空天军 在洛布科夫和派特喀特方向 乌克兰守军遭遇重大损失 俄军向前推进了约两公里的纵深 在这个方向两公里纵深 在整个夏天实际上派特喀特方向 俄军一直是防御的 主要是在泽列维扬基 泽列维扬基方向 乌军推进失败以后 俄军一直在这个方向进行长期的防御 俄军也没有进行反击 从昨天开始俄军大规模反击 俄罗斯实际上这种反攻让乌克兰非常意外 所以乌军几个小时内就失去了阵地 撤出整个派特喀特战场 那在奥列霍方向 在泽列维扬基以南 拉伯蒂诺维尔伯方向 因为这个昨天是乌克兰的雨 就是秋雨雨季到来 大家知道乌克兰南部 特别是赫尔松方向 它是地中海气候 冬天是下雨的 冬天是地中海 这个黑海方向是下雨的 所以到了秋雨季节 所以乌军指挥部呢 现在在整个前线 没有部署更多的这个反击力量 受到秋雨的影响 乌军的整个进攻节奏也在减缓 而俄军加强这个地区 反击的力度 乌军呢 在维尔伯至拉伯蒂诺方向 目前的第127集团军部队 从苏梅地区紧急调往 拉伯蒂诺方向增援 所以俄军的反攻 让乌军措手不及 为了加强拉伯蒂诺 维尔伯方向的攻击群 所以乌军的127集团军 那多个计划部队呢 现在正在赶往拉伯蒂诺 而俄军现在呢 很有可能在苏梅方向 也就是在哈尔科夫前线 俄罗斯方面会打击乌坎的边境部队 特别是这个127 它实际上一直在苏梅方向 和哈尔科方向对领土 对比尔格德地区进行渗透 这你可以看 昨天俄军打击乌军 阵地的画面 乌军呢 实际上昨天啊 损失了大量的装甲车 可以看到 这是美国的 装甲移民车 这是德国的黄鼠狼 都被俄军摧毁 那乌克兰呢 现在呢 最新的计划呢 是组建一个侦察牌 两个步兵 战车连 以及 由坦克组成的 第46庄家旅 那现在试图重新反击 包括在新普罗科夫 新普罗科夫 在哪呢 在这 新普罗科夫 在这 所以 现在实际上呢 乌克兰方面呢 也在组织力量啊 进行反扑 昨天俄军和乌军的这个大规模的行动啊 实际上是结合着阿夫迪卡方向 阿夫迪夫卡方向的大规模炮击 这是赫尔松方向啊 大家看啊 昨天这个战斗方面 俄军启动这个大规模反击啊 实际上我一点都无在意外啊 实际上昨天的节目中 我就给大家介绍了 俄军是一定要进行反击的 因为现在实际上 中东地区打起了以后 美国已经减少对乌克兰的军援 那么实际上 乌军已经没有能力 已经没有能力 大规模进行反攻了 他没有钱 也没有装备 甚至是没有士兵了 所以俄军的反攻呢 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 从昨天的这个战斗情况来看呢 俄军的三个方向的反攻 最成功的啊 实际上呢 还是这个 在阿夫迪夫卡方向 顿尼斯克方向 我后面的视频给大家想继续抄想 那么从今天这个 扎布洛前线这个反攻来看 托克马克北部地区 整个的乌军的威胁 现在来看啊 基本上解除了 你说乌军现在呢 虽然有一部分突击部队啊 还在拉布丁诺方向 对托克马克进行威胁 但是从昨天俄军开始进行反攻 那说明了整个的奥利霍南部地区 乌军的整个的战略上啊 整个的战略上的这个攻势已经结束 而由乌军呢 是由进攻转为防御了 而俄军呢 原来是在苏罗维金防线 对托克马克进行防御 而从昨天大规模进攻开始 俄军正式的由防御转为进攻了 你可以看这个攻守啊 双方呢是护掉 这也是昨天啊 摧毁美军的这个坦克啊 还有这个装甲运名车的画面 看到了吧 那整个战场情况发生逆转 所以说现在在奥利霍南部地区 苏罗维金防线 现在来看呢 我觉得这个战役啊 苏罗维金防线这个战役 应该是已经彻底结束了 乌军没有攻占任何 俄军的有效的大的城市 所以乌军啊 过去六个月的反攻 彻底失败 这个画面呢 是俄罗斯方面呢 出动这个无人机 打击了 扎布洛地区 乌军的这个后勤基地 打击的是苏-25 在蒂尼泊比多罗斯克方向的一个机场 从这个画面中可以看到 苏-25呢 它可以携带风暴之影巡洋导弹 那么它这个地点呢 是在蒂尼泊比多罗斯克地区 蒂尼泊在哪 在这 那俄罗斯的无人机可以打 打击乌军的纵身 多尔金采卧机场 那这个现在的俄罗斯的无人机 它的飞行半径 甚至可以打到 120公里以上 那么也就是说 乌军现在在 蒂尼泊方向 它整个的后方机场 都会成为俄军打击目标 而且这个柳叶刀呢 它这个无人机可以攻击什么战斗机 所以俄军的这个无人机系统 现在是越来越成熟 所以俄军未来的反击中 你从这次打击蒂尼泊这个苏-25战机 你可以看到 俄军的整个的反击 未来呢 会使用无人机 更多的打击乌军的后方机场 也就是打击乌军的后勤基地 蒂尼泊方向 扎布洛方向 未来都会成为俄军打击的重点 所以俄军下一步 大弓反击 很有可能要以蒂尼泊方向为界 俄军会发动对哈尔科夫 蒂尼泊 切尔尼哥夫 苏美 甚至也不排除对基辅的大规模进攻 所以可以看 现在整个战场形势又发生反转了 美国不支持乌克兰 或者减少对乌克兰支持 中东地区 以色列战争爆发 俄军的反攻 正式开始 这是今天的扎布洛前线最新的消息 我未来会持续关注扎布洛前线的战报 另外关于在顿尼斯克和哈尔科夫的情报 我后面的视频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顿尼斯克方向 实际上经过了六个月的沉寂 顿尼斯克方向 俄军开始大规模反攻 我后面视频详细给大家介绍 感谢观看